大家好,我是QB老师 这段影片我想跟大家聊一下 Unure Engine 5打包的问题 主要是常常有朋友问我 Kawaii Physics或者是VRM4U要如何打包 那现在画面上所展示的 就是打包成功之后的实行画面 我们看到小爱她当然是VRM4U导入的角色 而她头发的部分是使用到了Kawaii Physics 那对于打包这件事情 我了解的其实并不多 主要因为我平常几乎都没有在打包 不过既然有这么多朋友问了 那所以我还是花了一些时间 试着找出对于这类插件打包的问题 那幸好问题是解决了 但是更深入的有关打包的其他的问题的话呢 我就未必能够回答了 那所以也请大家见谅 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难 我很快的说一下三个重点 第一,最好使用Visual Studio 2022 不管是哪一个版本 那其次呢,插件必须装在专案的资料夹里面 就是Blockins这个资料夹 而不是引擎本身的插件资料夹 那第三,这个装在里面的插件本身 必须包含原始码 因为这个插件它需要重新编译 那接下来我就先用Kawaii Physics 来做说明 首先呢,是安装Visual Studio的部分 虽然目前使用Visual Studio 2019的人 就是同时装了2022跟2019 而你还是想要用2019去做编译的话 DartNet桌面开发 使用C++的桌面开发 然后通用Windows平台开发 还有C++的游戏开发 那这四项选起来的话 其他必要的元件 应该基本上都会勾选起来 接下来我们就到U15 建立一个新的专案 那在专案类型这边呢 一定要选择C++的专案 那这里也要注意 U15一个恼人的小问题 就是你要记得先选择这边的范本 然后再选择C++ 否则像我刚才先选择C++了 然后再选择不同的范本的时候 它又被改回Blueprint 那现在这边我选第三人称范本 C++ 那如果你是要修改原本就已经建好的一个蓝图专案的项目的话 我们后面会再说明怎么样来做修改 那现在我按下Create 建立好新专案之后 如果你已经在引擎里面装好了Kawaii Physics 那记得不要立刻打开插件这个视窗 去开启Kawaii Physics 而是先关掉你的专案 那再打开专案的资料夹 这是我现在这个专案的资料夹 然后再从你下载下来的Kawaii Physics的压缩档里面 把Blueprint这个资料夹 拉进到你的专案资料夹里头 像这个样子 现在再打开你的专案 然后搜寻Kawaii Physics 那现在你就会看到Kawaii Physics应该已经被勾起来了 好那现在我们就可以直接进行包装了 虽然在现在的这个关卡里面呢 我的第三人称角色并没有使用到Kawaii Physics 但是没有关系 这个关系是输出进度 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一些讯息 那这些讯息里面 只要没有出现红色的字 其实你都可以不用去管它 因为有时候会出现一些黄色的讯息 那重点是 最后有出现Build Successful包装成功就可以了 那每个专案需要花在包装的时间并不一定 那总之当最后这边出现刚才的Build Successful的讯息 然后我们这边看到Build Successful的话 那就代表包装成功了 接下来我们就打开刚才包装输出的资料夹 那里面会有一个Windows这个资料夹 再打开那就是包装完的这个程式会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来执行看看 那只要执行的时候没有出现错误讯息 像这边会有防火墙 你就允许存取就可以了 那这样子它就可以顺利的执行 也就代表我们的包装是成功的 刚才的是建立新专案的情况 那如果是原本就已经使用Kawaii Physics的专案 但是现在才要进行打包 那怎么办呢 例如像现在这一个雷电将军的例子 我们看到它已经使用了装在引擎里面的Kawaii Physics 那我们就必须先把引擎里面的Kawaii Physics关掉 所以选到Plugins搜寻Kawaii Physics之后把它关掉 那关掉的时候不要立刻按下Restart 而是我们就关闭它 然后打开专案资料夹 还有下载的Kawaii Physics 打开它的压缩档 一样再把这个Plugins 拉到专案资料夹这边 然后重新打开这个专案 那打开之后呢 我们也一样先来看一下 Kawaii Physics这个时候已经在底头了 那另外 因为它的专案类型 仍然是Blueprint 而不是C++的专案 所以我们要把它先转换成C++专案 那怎么转换呢 我们在工具列上面的Tools 底下有一个New C++ Class 选择之后 我们就加入一个Num 就是空的C++专案 那按下Next 那这边其实都不用特别去改它 就按下Create Class 那等它建立好之后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边有一个讯息 就告诉你说 请关掉我们的编辑器 然后再重新Build 所以我们现在按OK 然后这边的讯息告诉我们说 这个Class已经加进去了 那需要重新Compile 那问你要不要编辑这个程式码 那这里其实我们并不需要编辑程式码 只要回答No 然后我们关掉这个专案 然后我们关掉这个专案 再重新开启它 那这时候大家也可以注意到 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有一个 Video Studio的Solution档在这个地方了 那我们现在重新开启这个专案 那现在这里会出现一个错误讯息 然后问你是不是要重建这个专案 你就回答是 那接下来就是要稍微等一阵子 它会进行编译的动作 那一开始你可能画面上都不会看到任何的东西 但是其实它已经在背后开始进行编译了 然后过一阵子之后 你就会看到这个关卡编辑器 就会顺利的开启出来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来进行打包 我一样选择一个适当的位置 那接下来我们就等它完成 这个打包的动作 那现在我们看到它已经打包成功了 那我们去找到刚才打包的这个资料夹 然后再打开这个程式 也同样的防火墙允许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雷电将军在这个里面移动了 至于SPCR Joint Dynamics的情况 跟Kawaii Physics是一样的 所以我就不再重复 那在这里顺便再次提醒一下 这个SPCR Joint Dynamics在它的网页这边呢 Plugins写的是只支援到UE5.0.3 但是你点进去之后 其实它这边是有支援5.1的 那所以这边顺便提一下而已 最后是VRM4U 那VRM4U的情况稍微有点不太一样 那现在这边这个网页是我们平常下载VRM4U的Github的网页 那最新的版本在这个地方 那我这边已经把它下载下来了 我们打开这个压缩档 打开VRM4U 进来看的时候 在这里的资料夹里头 并没有一个叫做Source原始码这样子的资料夹 也就代表说 这边下载的这一个版本的插件呢 它里面并不包含VRM4U的原始码 那所以在我们需要打包的时候 它会需要重新编译的话 它会因为找不到原始码而失败 解决的方式就是我们要下载有原始码的版本 那这个版本的网址在这个地方 我会放在影片的说明里面 但是大家现在也看到 我连到这个网址的时候 这里会出现一个404找不到网页的错误讯息 那这个其实是因为我还没有登入到Github 那所以当我登入到Github的时候呢 它就会出现正确的网页 那其实不只是要登入到Github 我们还要把你的Github账号跟Unreal Engine做连结 那怎么连结呢 在游戏启动器这边 最下面点到你的账号名称的时候 这里会有一个管理你的账号 那选择这一项之后 它就会打开你的账号管理的网页 那账号管理的网页打开的时候 一开始它会是在账号设定这边 然后我们要选到应用程式与账号 选到这一项 然后再选到账号这个地方 那这里就会列出一些可以进行连线的账号 那如果你的Github这边出现的是写连线的话 那你就要按下去 它就会把你的APGames的账号 跟Github的账号之间做连结 那这样子连结之后 你就可以连到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网页了 接着在网页右手边 Releases下面 这里有一个写216Text 那按下去之后 这边所列出来的每一个Tag 也就是每一个标签 就是一个不同的版本 像现在这里最新的版本是 2023年3月21号的 那所以我们要下载这个版本的时候 就只需要点选它底下的这个Zip 按下去之后就会开始下载 那我们就等它下载完成 下载完之后呢 我们打开这个压缩档 那打开它的Block-in资料夹 这边我们就看到有原始码 Source这个资料夹 那现在我们就把这个VRM4U的插件呢 我用刚才的这个My Project Tool 我们看到在插件里面 这边有Kawaii Physics 那现在我就把这边刚才打开的VRM4U 整个拷贝过来 那等它拷贝完之后 我就再打开这个专案 现在我打开这个专案 好那现在在载入的过程 好然后我们在Block-in这边 再来搜寻VRM4U 你会发现它还没有打勾起来 那我们就把它打勾之后 再restart 那restart的时候 就会出现这个讯息 问我们要不要rebuild重建它 那按下是之后 我们就稍微等待一下 好那当刚才的 关卡编辑器的起始画面 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它已经成功的 重新编译VRM4U这个插件了 那举例来说 我在这边建立一个 小爱的资料夹 然后我把我的小爱的VRM 拉进来 好那这里我就把它导入进来 然后按下import 好那我们就看到 这个VRM的模型 很顺利的被导入进来 那也就代表说 这个插件是可以用的 那如果我们现在 再去执行 打包 那也同样的 我们选到一个资料夹 好那这边我们看到 这些黄色的讯息 其实都没有关系 只要不要出现红色的字 它都可以顺利的进行 那我们就静静的等待它 打包完成 好那现在出现packaging complete 然后这边build successful 那就代表整个打包 是成功的了 那这边虽然我没有建立 任何的第三人生角色 所以我也就不去测试了 那但是 这样子我们就知道说 怎么样可以把VRM4U 给打包起来 好那以上就是有关NUO Engine 5的插件打包的这个介绍 那希望能够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们 那就今天的介绍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